也有怕 這樣聽嗎 誰聽嗎 聽懂到沒有 你看你的動作是 有我 又有人 你要沒有你 也沒有你 你不才能和我心 不是 不用往下壓 我接觸 好 是不是 教佛比你以前好 前面就 還有馬教授 這個我有 我有感覺到 剛剛那個 比較 混沌 比較融合在 A加B就是同一個C 一個東西 這個叫 非有非無 剛剛是A加B 我在說什麼 我再說一次 大家再聽不懂 聽不懂沒有關係 這個方法是道同方法 判斷什麼事情 都要用這種方式來分析 因為你 家裡有兩個兒子來講 這個兒子望東 這個花人都會望西 你沒有偏偏講 這個兒子東 你也不要望西 這樣子 對你來講 都討不了好 我以為討不了好 就是道同 非有 這個非有非無 這個非有非無 意思是說 我中間的空 我中間的空 是非有非無 那你聽不懂 我再加解釋 不執著於有 也不執著於有 也就是說 你遇到一件事情 一定有兩面 一個兩面就是正 一個兩面就是負無 正也不一定對 負也不一定對 他的意思說 非有非無 不是說 這個有無兩相 是先天的表現 有 但是中間的那個地方 不是他的有 也不是他的無 這樣同意思嗎 最後變成非有 不是這個有跟無的兩相 了解嗎 一定要懂喔 不懂的舉手 我再講 沒有關係 我剛小和尚念經 每天念 念了 有一個 如果非有非無 我怎麼能夠打敗他 我還是獲得什麼 對對對 到非有非無 我就進入到 道家所謂的無情 我進入到 我進入到 我都不常看 我進入到佛家的知識 我進入到 無家的中庸之道 我覺得真的不同 各家不同 因為 我學人們常講過 法門有八萬四千個法 我們也是其中法門之一 這樣 了解了 所以我們怎麼樣 可以圖到這個層次 這個層次 非有非無的時候 你有沒有聞到一件事情 喔 這個想 對 這個想錯 是不是 什麼事情 只有政府兩面 對不對 非正 非 非 你就可以判決 你就心靈會 會平靜 這件事情 是真正的 是對 沒有對 沒有 沒有 那假如你判斷到 非 對 沒錯的話 假如說你判斷到 有 那就好 那再一遍了嘛 你就在這個 這個叫什麼 六道 不要一說 欸 是什麼 惡受什麼 邪神道 又說 魔鬼道 不是 他這個人的思想 常常就在這個地方轉 這樣子 我解釋一下 六道的魔鬼 我也不記得 主生道 魔鬼道 鬼鬼道 你不要去想這個 因為 你常常有的這個 兩個 什麼東西 就延伸出很多的問題 煩惱 所以我們學的東西 就是一個 修心養心 你看 我剛剛他打的時候 就知道 他有 阿鐵 阿鐵 打你 麻叫什麼 是不是 兩個 就是 兩個 好 謝謝 我們 都藉在 這個 知情黨 所以 我不需要 用什麼 我自然會 講 我講到這邊 你懂不懂 因為我的 我是黑松沙士 我跟妳講過了 我只能夠用到 我講到 其實每一個行業都很深 我可能有 講不到 但是 我要你們做到 拜拜 謝謝 謝謝